小白们,咱们去钓鱼吧 我家少爷看上他了 跟我上海龙寨沉巾去 我不,赶紧修我救我啊 先等等 你家少爷眼神不太好啊 找个时间去医院看看 治好了指定能看上我 这等压寨富人的好事 怎么能够没轮上我呢 不行,我要结清 拿上装备即可出发 今天这清不能成 这就是去往海龙寨的必经之路 需要通过水上独木桥 独木桥我是经常过的 复毒复毒再复毒 难道我注定要当压寨富人了吗 这独木桥年年搞新花样 今年被旋转独木桥给甩惨了 还好我速度迅猛 旋转的速度已经追不上我了 第二关,疯狂大摆锤 此关卡是要找准时机 快速前进 啊,屁股挨了一下被撞飞了 哎呦,你也跟我作对 这回我走右边 避开那只臭鸟 一口气冲过去 哎呦,怎么回事 这大摆锤是长眼睛了吗 答案这么准啊 不对 是摆锤速度越来越快了 这奥特曼来了都得挨几轮摆锤 我先借个力 找到了 水底里的箱子里 里面有万能阳空气 看我恩听它 没了大摆锤 我是犹如无人之境 这些海鸥也不用理会了 人往高处走 这有硫磺金沙 等等,怎么没反应啊 飘姐给你减肥 我们要来喝新娘装了 呸呸呸,这金沙有一些没气体 需要踩队正确的一颗 顺着气流步步高升 第三关卡 心跳水立方 这是我的强项啊 看起来也不高 下面还有三个小水坑 嘿嘿 直接对准其中一个 奋力一跃 嘿嘿,完美入水 第四关 脑筋急转弯 难不倒我一涵最强大脑的 第一题 偷什么东西不犯法 选将有三个 偷看,偷笑,还有偷吃 这幻子小表妹肯定选偷吃啦 我给你们展示展示 我偷吃怎么了 我就不放你了 吃毒时容易遭遇地震龙捲蹦 卷上天内分分钟摔死的 娱乐环节结束了 这道题很好选 偷看是不允许的 只剩下偷笑了 上次我偷笑妈妈 被妈妈打了两顿 也说不犯法 你是因为你得罪妈妈啦 下一题 跟米没有亲戚关系的是谁 这有花、蝴蝶还有老鼠 都说老鼠爱大米 它俩一定有关系啊 这有花和蝴蝶 嗯,满选一个蝴蝶吧 喂,痛痛痛啊 居然有毒叶池 一进门就把我给坑了 看来选蝴蝶是错的 就回我选花 我先适当性的走两步 啥,怎么是岩浆坑啊 难道老鼠不爱大米啦 香香也对 说不定只是单相思 最后一关卡 挑战骷髅宝宝 那,元秀我没给你机会 赶紧走吧 这是骷髅宝宝 我用一根手指头就能打败啊 没听说过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吗 看我的鲨鱼攻击 我去啊,这么多鲨鱼啊 直接把我挤下水 这也太凶残了 明明可以直接PK 路上却多了一堆的沙漏 该不会藏了什么东西吧 没有,认真点 现在就决战时候 看你深情紧张 我就知道有猫腻 nice,熔岩火球 接下骷髅宝宝死定啦 吃我一球 我的弱点被发现了 鲨鱼前快把我拦住它 没用的 鲨鱼也经受不住岩浆的高温 只有死路一条 嘿嘿 成功打败骷髅宝宝 碎一碎时辰 表妹快上花轿了吧 隔下就是海龙斋的少爷 还好被招的人不是我 鲨鲨,空空治好了眼睛都看不上你 赶紧上转入她医院吧 坤坤真的很没有眼光 你等着 我上旁边拿个变身器 是你啦 小猪佩奇变身器 我现在变成八花佩奇 颜值实力都在线 我通过美人镜成功 诱惑到了坤坤 然后趁机把坤坤给带走 哦耶 小宝贝你不用做压载夫人啦 拯救表妹成功 半两研车 5 7 7 7 9 100 谢谢观看